人贵自知 一个人最贵的是自己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的根性 知道自己的程度 能够自知 我们选择法门一定得利 我们得与佛门各种宗派 稍稍卸裂 仔细繁星 我是不适合 教下天才要背三大步 新手要背华严精 我们有没有能力 再想想分量太多了 现在读书背书的年龄也过了 难了 这个门难了 禅宗不要说 开悟了 我们盘起腿来 定都入不进去 那还能开悟吗 定都得不到 盘腿坐在那里 还是胡说乱想 还是会打往下 换一句话说 这个门也走不通吧 面临时时多多的周日 纵然遇到真正善之时 周日很多 遗归很多 再看看我们自己生活环境 有没有能力去修学 没有能力 就不能成功 那么再看看净土 净土法门呢 实在是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所称赞的 叫一行道啊 这一句佛号 真的是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我们工作很忙 忙我刚才教你这个神念法 决定不妨碍工作 一堂功课只要一分钟 哪里会妨碍你工作呢 知道自己的根性 就知道选择 于自己最有利益的法门 我们下手 一定要从四上下手 不需要学人家 一天要念十万圣佛号 有很多人听说 古大的一天念十万圣佛号 有人念一天念十几万圣佛号 心里就谢幕都不得了 一心要想学 没有必要啊 那是人家环境不一样啊 他一天到晚没事情干的 他没事干不念佛 就胡思乱想啊 你自己一天到晚工作非常繁忙 念完不睡觉去念佛 念到第二天疲倦都不得了 什么事都不能做 那就错了 所以有得贤的人 有得贤人修行的方法 繁忙的人 有繁忙修行的方法 一定要适合于我们自己生活环境 这样就好 不要勉强 功夫才能够得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